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學生在校服務院 你一點什麼? 我覺得現在人對老是真的針見度沒有那麼大 我還記得我小時候對老是針見度 現在真的差很多 如果你是男生 變性手術 你還參加女生 跟那個病動 有參加比賽的治療 做同學 可是你的自由不讓他去 不讓他去侵犯別人 是否還是保留 第一點 以義廉遲這種概念 我是贊的 不過我比較覺得奇怪 你們說3.0 那1.0 2.0 就是這樣 我們大絕大多數學校在校服務院 會有發的義廉遲 我覺得這也不什麼壞事 但是我贊成發文為據 謝謝 謝謝 好 那第二題 你是否認同在目前法實證 證明 刑事民事沒有誤判的情形之下 民法1085條 維護家長的懲戒權呢 這條我還特別查民法1085條 他是說那個 父母的醫藥範圍內 說 什麼 父母的醫藥範圍內 然後 對此理的懲戒座 這一條呢 為什麼 我都有點留意 你知道為什麼呢 父母那意思是說 主父母不可以 然後家長不可以 那不然那個 所以這條我覺得法律在訂正的時候很奇怪 因為說家長 我還不要 還不要靠 不然那些沒有父母的 你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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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他覺得 那個題目出的太簡陋 應該是說 一般來講 父母對 小孩子要沒有懲戒權 不過在一個範圍內 超過那個 打得太順也不行 所以那個 我不曉得那個 怎麼定義 必要範圍內 這也好怎麼定義 好 那就保留嗎 沒有 我最好會保留 不是要講清楚 好 這整個空白授權 你再拿一個 第八題 你是否認同 校園內尊士重道的氛圍 逐漸淡化 師生關係 建築緊張 而使得教師 未能有效的引導 與管教呢 同意 我覺得 現在 現在人對老是真的 尊鑑度沒有那麼高 我還記得我小時候 對老是真的尊鑑 現在真的差很多 所以那個 那個私分關係 大家想想看 那怎麼從城 根據我們的調查 英國已經因為性別不安 人數暴增 有四千倍 禁止性別認同的跨性別教育 而且歐美因為開放 自認為女性的 男生 身體男生 參加 女性的運動比賽 造成奪牌的爭議 也有許多的身體女性運動人 尋起抗議 台灣卻執意從 一年人中運全大運 示範跨性別參賽 另外就是教育部響應支持性少數的運動性別 性少數運動的性別團體 將沿應在國小今年起起實施性行為教育 口頭稱說是配合聯合國 CSE 卻沒有 考慮到我們的國際 我們對自由的定義是 自由與不欣賞 他的自由流亂 所以老實講 不然我們要有包容器 但是也不要就是說 你把你的想法強加在我們頭上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 自由與不欣賞 他人的自由流亂 所以我們有表達的自由 加一個更重要的 我們也有不表達的事 這是我對目前整個 台灣在這種 特別性靈教育的看法 那個第二條是比較簡單 你看我們第二條是 如果你是男生嘛 那變性手術 那你還參加女生 就像那個運動比賽 如果這個比賽是不涉及那個什麼名次 那就算了 如果他只有設定獎牌 名次 那這個就一樣 你可以來參加 可是你侵犯別人的自由 所以如果是我回答什麼 那不然 你說有參加運動的 有參加比賽的自由 我同意 可是你的自由不應當去 不應當去侵犯別人的權益 不然就專門設一個 一組去比賽 不然有些女生會想說 你們跑過來 就不侵犯我們權益嗎 所以我回答你的題目就是說 自由 以不侵犯看的自由為反應 但如果 自由 沒有表達的自由 但是選出也有不表達的自由 所以我有支持的自由 也有不支持的自由 我倒覺得 這才是正正的共謀社會 所以那個 關於那個什麼 那個 要實際性權威教育 本來就要四零跟五個佛錢 那每個 特別是什麼 他文化這種東西 很難 我相信原本是這樣子的 但是 並不表示就是說 所有國家文化都一樣 是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